他当初说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那会儿吧 像就八几年的时候 那会儿基本工资也就在 三四十四五十 相当不错了 甚至学徒工也就十几块钱 十八块钱 他当时他就说 等什么时候我月工资 涨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然后你就不用上班了 你就天天在家玩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他当初说的话呀 可是他现在怎么又 等等啊 您那资料上面说 您现在无业是吧 您是退休了 还是说真的大哥 挣了五百块钱的时候 您就不干活了 他没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我就基本不干了 那您在家里待了多久啊 我有小孩以后吧 我就基本就不怎么上班了 这一辈子吧 可能就比方说上一年班 半年班 然后觉得不开心了 我就回来了 歇几年 歇几年 对 然后我可能又歇烦了 哎呦 在家待得也好无聊呀 你说那我也挺年轻的是吧 谁能老这么着陪我玩啊 就说人家都上班呀 都有工作呢 我又觉得无聊了 我说不行 我就再去上班去吧 上的又觉得又太帅的话了 你想睡个懒觉呀 想干什么呀 就都没时间 算了吧 我就又不上了 你这也是公主命啊 确实是公主啊 就想干嘛就干嘛是吧 对 那现在这个闺女也出嫁了 您不是都玩了大半辈子了吗 还接着玩 更自由了是吗 那现在我觉得还能走得动呢 还能玩得动 还有精力玩了就玩呗 你幸福吗 我幸福 那你们要说什么呢 这就一月打一月 现在不幸福了 现在出现矛盾了 怎么不幸福了呢 啥矛盾啊 我说让他陪我 我们俩一块去孩子那儿 都带在我外孙 他老是找各种理由 推断阻斥了 他自己又独立不了 那么有一回 我刚去女儿那儿 他给我打电话 我下水道堵了 我就赶紧回来 回来了以后了 我一看了感情是什么呀 他洗澡 那个头发没清理 都在地头上捂着了 愣了发了水似的 就是他还离不开您是吧 对对 他离开您没法生活了 对 独立能力特别差